第一位马上要上场的真心英雄 是上海市黄埔消防支队的 消防监督员刘长俊 之前来我们线下是讲过开放麦的 讲完当场就给我们提出了 场地很多消防的建议 人也很幽默 第一次讲完下台就跟我说 单总啊 今天第一次讲没讲好 讲得好冷啊 平常我们消防监督的地方都很热 掌声欢迎刘长俊 这动作帅 这太帅了 这太帅了 大家好 我是消防员刘长俊 我这口音 大家都能听头来吧 上海黄埔支队的 刚开始我们支队 就我是这口音 现在已经全这样了 战友都说防得了火 防不了我 很高兴来到蓝星大戏院 先跟大家分享一个消防小知识 像这种剧院 一般安全出口都在后面 和两侧 钱排越贵的票 离安全出口越远 所以每次看演出 我都和我老婆说 咱就做最后一排 最便宜的地方 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我老婆说 老公 下次咱能不能往前面买几排 我安全了这么多年了 能不能让我在危险的边缘 试探一下 不过不用担心啊 蓝星很安全 今天只有一个隐患 就是成龙大哥 他的电影里不是着火 就是跳楼 李大海问我 去场里有什么要注意的呀 我说你一定把成龙 安排在一楼 今天来呀 主要也是想让大家 更加了解我们消防员 其实消防 包含消和防 消是灭火 防是防火 现在我主要的工作 就是防 给大家科普防火知识 如果遇到有人不重视 我就跟他们说 你现在要是不好好防 就别怪将来我消你了 我在预防也不断有心的挑战 比如 现在年轻人都很喜欢玩的 这个密室逃脱 我也喜欢玩 有次我玩着玩着 我职业病就上来了 我跟老板说 你这个密室安全出口不显眼啊 我说要不你告诉我吧 老板说 我这是密室逃脱 我说我是消防员 老板说 你是不是玩不起 除了灭火防火啊 我们消防员还会干很多事情 比如营救脑袋被卡住的小孩 我和程璐就有一些交集 有一次 程璐老师打我们119进行求助 我们整个纵队严阵一旦 都一致认为 程璐老师肯定是头卡住了 再有多说 他终于还是来了 见了面才发现 原来是程璐老师戒指卡在手上了 我们赶紧给摘了下来 没想到呀 程璐老师这么快 就迎来了人生中 第二次在街子的情况 我们不出警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一直也在训练 为了保持更好的战斗状态 我们要附中100多斤的装备 在三分钟之内 登到35楼 前两天程璐老师 也去体验我们的消防演习 登到3楼就坐下了 让他树散楼里的老大爷 他比老大爷跑得还慢 老大爷后来说 哎 要不是等你们那个 大脑的消防员营救我 我早就安全了 消防员营救我 消防员营救我 确实很辛苦 我平时也比较时间少的陪家人 我第一次见到我女儿 是我女儿刚出生的时候 我第二次见到她的时候 我第二次见到她的时候 她已经能坐起来了 我第三次见到她 她脑袋已经卡在铁门里 女儿眼头大 我看到我女儿说 贵妮 你想见爸爸也不至于这样吧 我贵妮看着我 别说话 救我 家人也会很担心我 2012年 上海扎北七沛城发生火灾 我和我的战友 晚上七点出口井 一直战斗到第二天上午十点 我从火场下来 看了一眼我的手机 上面全是我老婆的未接来电 我老婆看见我的时候 当时就哭了 一晚上都找不着你 你知道我多担心你吗 我既担心你在火场发生了什么意外 又担心你没去火场 这个节奏好 这个眼神 消防员和家属都不容易 而且我们服役 一起就是五年 现在一些影视作品 也关注到了我们消防员这个群体 不过面对里面的消防员 这个形象过于夸大了 好像不牺牲就不配做消防员 很多年轻人看完 消防员真是太伟大了 我就不去了 其实我们的工作也是有安全保障的 我们有科学的训练 有一流的装备 希望有志于加入到我们消防队伍的朋友 不要有那么多故意 多数每个人都能讲五分钟的脱口秀 其实每个人也可以做五年的消防员 足够的强路 谢谢大家 我是消防员 刘桑俊 不是说有科学的训练吗 客户是那个消防员摔的 好奇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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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